大家好,我是小新,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狐狸 大家常常称单身男子为单身狗 但鬼一点都不孤单呢,他们可是群聚动物哦 其实狐狸才是货真价实的单身狐哦 吃喝拉撒都是他一个人,连工具人都称不上 没有人比他更边缘了 每只狐狸都有自己的一块领地 平时也不准其他狐狸接近自己的领地 只有在到了繁殖期时,才会开始外出寻找伴侣哦 如果找不到伴侣,公狐狸可能就会放弃 继续的一个人过生活啦 如果幸运找到伴侣,公狐狸也会在完成交配之后 就独自离开闪人 而母狐狸就自己一个人去寻找巢穴,准备生产 生完宝宝等到小狐狸们长大 他们就会离开妈妈自己去独立生活啦 真的是非常特别的动物呢 狐狸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 聪明到可以跟人类斗志哦 如果他们遇到猎人猎捕时 不管有没有射中他 他都会立刻倒地,假装中弹 然后在趁猎人不注意的时候 放出狐臭攻击猎人,再逃之夭夭 所以常常猎人没打到狐狸 还被臭得头昏脑胀呢 据说狐狸可以模仿其他动物的叫声或声音 让敌人或猎物以为是同类而放下戒心 但俄罗斯动物学家最新研究发现 狐狸不只会模仿动物叫声 它们甚至可以模仿人类的声音哦 它们会发出像人的打呼声 咳嗽声,喘气声 即哈哈笑声 研究人员将狐狸模仿人类的声音录下来 与人类笑声的频谱放在一起比对 发现竟然难以分辨其中的差异 如果把两段录音分别播放给不知道的人来听 它们也无法辨识出来 那段声音才是人类发出来的 真是太神奇啦 还有一种说法 如果公狐狸的伴侣死去了 公狐狸就终生不再找其他伴侣了 但是母狐狸却恰恰相反 公狐狸要是死去了 母狐狸会立刻再去找其他公狐狸作伴哦 这会不会就是勾引男子的女人 被人称呼狐狸精的由来呀 哈哈 以上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冷知识 是不是很新奇有趣呀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点个赞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